好吧 那个是不是 好 那个请维持议场的秩序 我们现在委员会 好了 好 那个谢谢 那个两位委员 好 蔡委员 好 请发言 主席 各位委员同仁 我想程序委员会 开会也那么久的一段时间 其实我们每位程序委员会委员 都非常清楚 我们是根据立法院程序委员会 组织规程里面的规定 里面第四条 第四条有特别规定 这个程序委员会 可以对于议案的合并 分类及次序之 编更做一些调整 这是程序委员会 基于他的职责可以做弹性的 一个调整 因为这个礼拜有程序委员会 下个礼拜也有程序委员会 每个礼拜都有程序委员会 但是每一次 院会能够讨论的议案 是相当有限的 如果基于我们讨论的 次序先后 其实是可以做调整的 所以并不是说 我们党里面的案子 所以我想我想我们是依据 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 做适度的调整 所以我特别跟大家来报告 那第二点 刚刚这个好像是薛灵薛委员 有提到有关于军事审判法 其实我觉得军事审判法 军事审判回归 我们一般法院来审判 我们在这一次的休会期间 老早就通过了 老早就通过了 所以你们现在提的这个案 根本就跟军事审判 回归民间审判 根本就无关 所以不要栽赃 我在这里特别要跟大家报 完全无关 完全无关 好不好 所以我想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出 以上的说明 另外我想在整个程序委员会的工房 包括院会的工房 其实民进党就光光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就在院会 真的原来已经要通过副委的案子 竟然提出复议案 超过130件 一次就提复130件 所以我基本上我们也尊重 我们从来没有讲任何一声 大家只要按照议事程序来进行 我们从来 我们从来 那同样我们程序委员会 也在这边 按照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里面的规定 做一个程序的一个调整 但是你们在院会里面 也等于全部给我们退案 全部提出身负 好不好 所以我想这个是正常的程序工房 谢谢